這個泥沙颱風 外圍環流的影響 為這個北台灣帶來相當龐大的雨量 那麼目前在七蘭山莊這邊 事實上有一團的來自台南的旅遊團 他們事實上是要到離山旅遊 原本昨天是要回家 但是昨天遇上這個在台七線 也大概在86.3公里出 這邊有大規模的土石探訪 因此他們也受困在這七蘭山莊裡面 那帶你來看一下 目前可以看到團員 大家都在七蘭山莊裡面做休息 不過經過這一天 一夜那麼吃住 到底要來怎麼解決 我們先問一下領隊 你都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說 我們是從哪裡來 那麼昨天是怎麼度過這一個晚上 我們從台南上來 要到離山跟福壽山遊玩 然後昨天下來要回城的時候 就被通知說 不能從台七線回去這樣子 所以就停留在那個七蘭山莊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七蘭山莊 對我們也有很好的安置 有餐可以吃 然後還有地方讓我們休息 這樣也很感謝他們 是 所以我們昨天是原本下午就要回這樣 對對對 那現在被困在這邊是游覽車沒辦法下去 對 現在是游覽車都沒有辦法從台七線回去 對 所以我們就必須現在等搶通 才能夠回到台南去這樣子 對 那這邊吃的喝的這邊相關都 物資都還夠嗎 目前七蘭山莊有提供我們吃 然後現在宜蘭縣政府也有一些物資給我們使用 這樣子 對 你覺得這一夜很難熬 大家算是 想趕快回家 然後對 還是希望趕快搶通 是 好 那可以聽到 這領導也說這整個旅遊團 總共其實有28人 那大家這個受困在這個七蘭山莊裡面 幸好這邊山莊 還有一些吃的還有喝的物資 都還算是相當的充足 不過可以看到大家在這邊的一夜 事實上可以知道他們在這邊可以先暫時的 要稍作一些休息 那麼現在也期盼說 在這個台積線的貪方之處 可以趕快來進行搶通 那麼期待在今天能夠趕快回家 那麼現在遊覽車的部分 要必須經過台積線 那麼也因此希望道路能夠盡快搶通